今天是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 那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早就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民众一同欢庆 而今天上演长达80分钟的阅兵仪式中 中国展示了他们强大的兵力 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他的强国威武跟大国风范 我们就跟着镜头去感受今天早上 中国北京欢庆国庆的热闹气氛 中国迎来70周年国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两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胡锦涛一同现身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武清红旗缓缓升起之后 习近平也在城楼上发表重要谈话 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团结全体中华儿女 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随后集三职于一身的习近平 也乘着红旗牌检阅车检阅部队 所有授阅部队人员装备整齐 沿着长安街列阵接受检阅 我们这么辛苦了 会参业冲 检阅部队列队完毕 由20架直升机组成的巨大七十字样 也划过国庆典礼现场 接着仪仗方队也率先登场 这是队伍第一次同时高举党旗 国旗军旗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而其他徒步队伍的步伐整齐一致 气势磅礴 当中还有由娘子军组成的民兵方队 一同参与国庆阅兵 接着游行队伍展示了 历代中国国家主席的巨型画像 这场历时超过一个小时的 国庆群众游行 一共动员了十万人 同时也出动了七十足踩车接连登场 讲述中国七十年来 所经历的历史转折点 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实力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 他们没有要刻意秀肌肉 但从刚才的画面 大家也看到 整个庆典气势磅礴 而这次的阅兵仪式 也是中共建政以来 总体规模最大的一次 从数目上来看 这次的阅兵仪式囊括了 一万五千名官兵 一百六十架战斗机 轰炸机还有其他飞机 五百八十辆坦克跟其他武器 而当中最引人关注的 就是中国确实展示了一些 他们从来没有亮相过的秘密武器 再跟大家主意讲解 这些军备有多厉害之前 我们就先通过画面去看一看 今天早上他们在阅兵仪式上 公开亮相的场景 在这一场七十周年庆的阅兵仪式上 有多项军备首次公开亮相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 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 它射程在一千八百到两千五百公里之间 这种类型的导弹能以比音速多几倍的速度做规避动作 飞行过程中还可以转换攻击目标 突破反导弹拦截系统去投放核武器 接着这一次阅兵备受瞩目的战略武器 就是这一个压轴出厂的东风四十一导弹 这个导弹可以携带大约十枚分岛式弹头 军事专家说 东风四十一导弹是中国火箭军第四弹战略核武器 射程达到1.4万公里 可以覆盖全球战略目标 另外还有也是首次亮相的力舰隐形无人机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力舰无人机在2013年试飞 使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是非大型隐身无人攻击机的国家 其实在今天的阅兵仪式之前 这些从未亮相的军备就已经被很多的国际媒体大肆报道了 而大家关注的原因是因为据说 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专门设计来对准美国的 像刚才大家看到的东风四十一 它可以同时携带十枚分岛式多弹头核弹 只要三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美国华盛顿 而且精确范围在一百公尺以内 因此也被些人称之为是地球上威力最大的导弹 那不过话说回来 中国在成立七十年后的今天 可以向世界展示他们先进的军备 但是如果回顾中国过去的国庆阅兵仪式 大家可以看出 那中国武器装备 其实真的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重大改变 中国第一次办阅兵仪式是在七十年前 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号 也就是中共建政的那天 那阅兵仪式上授约的一百一十多种的武器呢 全部都是从打败国民党军 从他们手中缴获回来的 原产国多达二十四个 所以当时候中国还被嘲笑说 这些是万国牌武器 万国制造的 当时候还包括了一支山炮部队 是由罗马拖着火炮 然后走过天安门城楼的 走过之后呢 据说现场还留下了不少粪便呢 而当时中国的空军也还没有成立哦 飞机也太少了 只有十七架飞机 而时任总理周恩来呢 为了增加飞机的数量 让人看起来觉得多 于是他就命令其中的九架飞机呢 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 再转回去 飞两次 也因为这样呢 让当时候想要来看中国军力 有多强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吃惊 还在报道里头说 一共有二十六架飞机参与了阅兵仪式 还说中共一夜之间呢 有了自己的空军 但其实当时候从头到尾呢 也只有十七架飞机而已 而且当时候呢 中国也还必须要面对台湾国民党部队呢 随时打过来的风险 所以就算要阅兵呢 也必须要留着战斗值班飞机 以便万一真的有人打过来的时候 可以派得上用场 那就这样 中国自1949年起 就有了每年十月一号 都进行阅兵的传统 而这些年下来 中国的武器军备 也从被人嘲笑的万国牌制造呢 到了今天 有了自己制造的武器 并且还让人惊叹 给我说过来的 都可以做货带的东西